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股市印鈔機財富噴射機 那今天這行情呢 是今年以來 最大最大一個跌幅的一天 你可以發現他說從今年1月以來 我們在面對臺北股市 你會感覺到就是說 完全沒有那種什麼太大利空 對不對 那這一次呢 他利用這個所謂的 以色列伊朗的衝突 他讓股價先拉回 讓指數先拉回 我跟各位講不見得是壞事 這邊來講的話 我跟各位分析過 如果這個缺口被封閉掉的話 那我講就是 你就要怎樣 先小心一點 所以昨天為什麼 我在我的家族成員裡面 我跟各位講 有些股票 有獲利的我們就先調節 為什麼 因為就是預防 封閉之後 短線的 擠回嘛 但不用全砍的原因在哪裡 再說 這個是一個屬於 多頭格局下的短帳的拉回 這個拉回是有事件發生的 那這個事件我講你就要去分析 他到底是大的衝突影響 還是說只是小的一個影響 這有差 如果是大的影響 像之前這個什麼 疫情發生的時候 那股市崩跌有沒有 那個就要小心一點 雖然說後面有漲回來啦 但是呢前面這邊很多的我想就已經 沒辦法承受住了 那如果是小的影響的話 就是說 在這過程裡面難免會有一些 國際上一些動盪啊 告訴你怎麼樣 對不對 股市會拉回的話 那他拉回後還會漲的話 那你股票就不用全部賣光光嘛 那我個人認為目前來講的話 應該是怎麼樣 短線上拉回過後 還要再漲的一個格局 因為你發現到今天不管再怎麼殺 我講的其實你要看這個缺口有沒有被封閉 這個缺口封閉 我想的態度要去保守 這個缺口沒有被封閉之前 不用那麼緊張啦 拉回還是要樂觀一點 那你說為什麼這個缺口 3月6號3月7號缺口那麼嚴重 因為你推敲一下 這個又怎麼樣 這個就是台積電這邊 開始往上發動的點嘛 所以台積電這個缺口沒有被補之前 你跟我講AI泡沫 AI完蛋 我不會認同 反而是利用這種 大的利空事件來的時候呢 去找接下來被挫殺的股票 那你過一段時間回來來看 可能兩個禮拜三個禮拜 你回頭一看 哇這短線上又是三層五層的空間 對不對 所以這個行情疊下來 各位要保持樂觀 因為你看今天台積電 台積電今天頂多什麼樣 頂多只是測一下月線而已嘛 對不對 這個月線打不太打不太出來 你去看台積電差不多就是月線這個地方而已 有沒有 所以這邊還沒有被完全封閉 不用看得太空 不用看得太空 因為這個盤 隨時有可能在以色列 反擊完之後 就會宣告一個落幕 那你說伊朗會不會再打回去 其實你看以色列他的這個 暫時的這個決策小組 你會發現 他講一個東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受到 就說 他說我會反擊 但是我不會引發全面戰爭 所以這個很有藝術了 所以他可能反擊 反怎麼反擊 有可能就是 打到伊朗可能比較偏僻的地方 沒有人員傷亡 或者是怎麼樣 或者是說 去 打擊什麼 打擊這個這一次 跟伊朗有一起發射的旁邊這些小老弟 比如說胡塞組織 對不對 黎巴頓真組黨 這一些有參與的 他可能會找這些來開刀 就是你現在你大哥他可能 美國不支持 因為你動的話 你油價就會波動 那油價波動的話 我美國通膜會上來 那我拜登不用選了 對不對 所以呢 也有可能他拿這些小弟開刀 那如果是拿小弟開刀的話 其實對整個 國際股市的影響 並不會太大 因為第一個油價不會波動 所以你會發現 在整個事件發生到現在 布蘭特原油 他根本連動都沒動 他一樣在那地方撐著橫盤而已 所以油價不會起來 油價不會起來 美國的通膨 那就不會怎麼樣 快速的 死灰復燃 這是我看到的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我坦白跟各位講 今天是很多人自己嚇自己 因為你很久沒有遇到這種感覺了 所以先有一些人 昨天開始我跟各位講 有一些獲利一定先賣 那獲利賣掉呢 他今天在看嘛 哇真的不行 對不對 那有一些手上少賠一點的股票 他會先砍 他一定是這樣子順序下來的 那一砍一砍一砍 這股票砍下來了 那砍下來之後呢 如果按照我所講的 以色列回擊之後 這個事情被戳掉 大家都忘記了 那股市呢 他會回歸到正軌嘛 所以目前看起來有危機 但是呢 這何嘗不是一個 財富重分配的機會呢 對不對 很多好的股票 你前面你在想 這些股票 在漲的時候 你怎麼看待他 我舉一檔股票為例子 3324的雙紅 在漲的時候你怎麼看 你會想說 這個早知道前面跌的時候我就去買 對不對 好希望他可以拉回來 拉回來一點我來買 但真的拉回來你敢不敢買 搭配這種盤 因為這種強勢的股票 他唯有這種大力空出現的時候 他才有辦法去撼動股價嘛 他才有辦法讓股價打下來嘛 對不對 甚至今天有一些股票連跌都沒跌 形態還是強勢啊 設備概念的股票紅碩 有沒有 這還在繼續漲啊 對不對 然後我跟你講的穆德 然後你看穆德 我以為他很翻紅 我們來看一下穆德好不好 穆德我跟你講 300塊已經提醒你了 這波拉起來之後我沒有買在最低哦 我也是從這邊開始介入哦 那為什麼我敢在這個地方介入 因為我看的比你更遠 對不對 因為我已經講了 日月光今年資本支出要擴大 至少五成嘛 那日月光又去找穆德合作 那一定有貓膩嘛 有沒有 所以股價在從這個地方開始 你會發現他就一路漲上來 對不對 一路漲上來 今天行情不好 你說大跌 他也沒跌啊 你去想個簡單邏輯 如果4月18號 台積電法說跟你講 他是調升資本支出的 為什麼 因為目前推測我跟各位講嘛 你寶商跟高雄2奈米是有加速的趨勢 那你資本支出 你原先東西是怎麼樣 好我明年這個東西再蓋好 再付錢就好了 你現在你今年你在加速嘛 加速嘛 那工程款是不是要支出 會不會調升 對不對 那美國兩奈米產 其實台積電原本也想說 美國不會補助那麼多啊 就看哇 補助66億美元 對不對 那我就來蓋吧 所以這個會不會支出增加 再加上先進封裝的部分來講的話 對不對 現在COS還是不夠用啊 那是不是他勢必要增加 所以我講的穆德 如果今年可以賺18塊的話 EPS成長率是119% 那你以未來本益比來估算 現在本益比22倍 其實以設備股來講根本不貴 因為你看 紅碩 紅碩未來本益比35倍 所以他如果也用35倍來計算的話 你說現在股價400塊怎麼會貴呢 懂我意思嗎 再加上我跟各位講的一點 瑞瑞光微圖塊技術 這個就是為了未來3D IC做準備 你知道嗎 因為你未來到3D IC 他疊的東西要更多層 你更多層你厚度一定會更高嘛 那怎麼辦呢 我就改裡面的技術嘛 我把裡面的金屬疊成 縮減他的一個厚度嘛 從40微米減少到20微米 這減少一半耶 那我是不是可以疊更多了 所以我在這個技術的情況之下 我疊的層數 晶片疊的層數我反而更多 但是你說啊這個要怎麼檢查 所以要更先進的AI設備嘛 對不對 你沒有AI設備 你怎麼怎麼看得出來 這裡面有問題呢 所以日月光呢 現在有了這個技術 那我講了輝達 他要求什麼 整個 布林斯科娃斯在3D IC封裝過程裡面 你未來的這個 製程 都要統一嘛 所以我當時我跟各位講雷科 你相信嗎 你也不相信 雷科大家都覺得很偏很偏 很偏的一檔股票 對不對 我剛開始講的時候 其實市場共鳴度也沒有很高 但是到最後你會發現到 市場他就是印證我所講的 有沒有噴出一段 所以未來如果 回答要求規格統一的情況之下 那 日月光用穆德的 台積電會不會也被要求要用穆德的 那這如果真的打進去的話呢 那我跟你講就不得了 這是我的推估 這是我的推估 我當時我跟各位講 雷科有沒有 一樣的邏輯 到最後你會發現市場就是印證我所講的 所以穆德 到今天為止 你看看大盤跌了那麼多 對不對 股價也沒什麼跌 那我想 這個如果你低檔沒有買的 我現在就算再怎麼講了 你面對今天這個盤行 行情 你也不太敢買了 對不對 那我講的沒有關係 各位 今天很重要 因為 今年以來 你很久沒有看過這種大場面 哇一天可以跌600點 所以你股票一定有出現一些問題 所以每一次大利空事件來襲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 你一定要檢視你的持股 為什麼股票市場裡面總是有人可以存活下來 因為他在剛發生的階段 不管這事件會不會造成後續嚴重的影響 突如其來的一些事件利空的時候呢 他會去檢視他的持股 他會先把現金比重拉高 因為面對這種不確定因素的時候 現金是最好用的 有錢是老大 對不對 你再跌 我有錢可以接 你再漲 我追回來就好了 所以現金是老大 所以我說面對這個盤 我講了 你千萬不要什麼動作都不處理 你一定要面對他 去處理他 因為真的 這一波下來之後再上去呢 他會有不一樣的族群個股 會出現一些 強勢的表現 每一次長的都不一樣 所以我講今天 你不知道該怎麼辦的 你不知道該怎麼辦的 我想我用兩種方式給你呈現好了 第一個 這是直播節目 非凡三線台 現在你看到1點半 他是直播 如果你是直播期間看到的 你可以加入LINE裡面 留下你的姓名電話 因為會很多人留 你先留你的姓名電話 再把你問題提出來 我優先回答 好不好 那如果你是旁後 就是1點半2點過後 你才看到的 你在裡面一樣留言 你的姓名加電話 然後把你的問題貼出來 把你要看的股票 貼給我就對了 我一一回覆 我會幫你整理一下 好不好 我提供這兩個方式給你 那你現在你看到節目 你先留言的 等一下廣告回來 我就先看吧 因為我是後來看得到 我就先做回覆 好 那如果是2點半以後 才看到的話 那我想呢 這個這個你一樣 留你的姓名電話 把你股票問題貼上來 我幫你看一下 給你一些意見 好不好 你自己心裡會比較有底 這一波坦白我跟各位講 今天跌下來 我們並沒有過度悲觀 為什麼 因為在這一波過程裡面 我們是有獲利的 那昨天我也講了 我也賣掉一些股票 我至少我調調一些出來嘛 我調出來用意是什麼 我當然是怎麼樣 應付 現在不確定因素 就是說我再跌我現金 有我有現金 那我股票就好買了嘛 對不對 所以呢 那我昨天跟各位講 小智精英班 你不用去省這個東西 你真的 會發現到 真的行情再來的時候 這個 這個 對你來講 根本是一點點 因為我給你的會更多 你看協議機 對不對 很多人就是怎麼樣 就是不想加會員 然後呢 協議機 有看到跟到了 但你會出嗎 你知道怎麼賣嗎 對不對 啊你不賣 有沒有 那如果你追在這邊的 或者是 有人帶你追在這邊的 這個漲停板帶你去買的 那你今天一跌停下來呢 還被分盤交易 對吧 你想出還不好出勒 對不對 那你跟著我做會有這個問題嗎 協議機你不會有賠錢問題嗎 你怎麼會賠錢呢 你怎麼會賠錢呢 對不對 那我們帶你平安出場 你都知道了 大同 有沒有 昨天 世家族成員的 你幫我做見證 我有沒有帶你動作 你再不動作 早上我們叫你動作 我不是不看好他哦 而是因為這個行情 今天早上我就覺得不太對了 昨天我認為應該要開地走高 但昨天就是沒有 他繼續往下殺 所以昨天再往下殺 我就毛毛的 那我要預防嗎 這就是你跟著我做好處 因為不對 我會有一些預防動作 懂我意思嗎 我有一些預防動作 預防動作 用意在哪裡 讓你現金多一點 我們可以面對這行情 你再跌嗎 你再跌 股票下來我就是買 因為我看到很多股票現在跌下來 我在流口水你知道嗎 所以明天如果還有低點 明天如果還有低點 差不多可以撈了 因為這個事件 我覺得不會有 不會有太大太大 過度的一個 再暴跌的一個風險 所以明天很關鍵 懂我意思嗎 那明天呢 我會針對有一些 個股我所訂住的股票 我會開始進場 有沒有 所以你跟著我做大同 所有跟著我做大同的人 全部賺錢 今天一點煩惱都沒有 我不是不看好他 如果行情穩定 一個相對低點到的時候 我還會再買回來 就跟當時我們在做什麼 做一拳一樣嘛 對不對 這波很多人 很多小資族一拳 跟著我做 笑嘻嘻你知道嗎 荷包滿滿 為什麼 因為我們夠靈活嘛 因為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我也了解他股性 本來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邊 這邊 有沒有賣掉就買回來 然後後面第三次 我講的就報久一點 那上來也招貓貓 全部賣掉了 對不對 是不是大家賺得很開心 完全不會受到影響 懂我意思嗎 所以小資金銀班 我講的對你來講 非常合適 但重點在於說 你的個股 我先幫你調整 你今天你加不加這個 我都覺得倒是 後面再來看 但是我講了 這個 持股的問題 你真的有問題的 不用客氣好不好 有我在 我會幫你做回復 那現在是直播時間 你在收看 收看我節目 現在看到的 你可以先留下你的問題 好不好 在LINE裡面回復 我等一下看看 馬上幫你回答 OK嗎 所以這個行情 有我在 大家不用擔心 我跟你講 我再從一個機率學 角度跟各位講 這種每天跌600點的行情 你覺得會每天發生嗎 對不對 一年365天 它發生的機率是多少 就那幾次而已 你仔細的 平心的去想想看 是不是就那幾次而已 那既然就那幾次的話 你說接下來這盤 會不會彈 個股會不會上 好的股票就是會上 而且一上 我跟你講 這次又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你大盤有跌下來 追的力道會更猛 所以指數未來 我跟各位講 2萬2還沒到之前 都不用太擔心 拉回過程裡面 一定要買進 你不知道買什麼的 你今天來找我 好不好 你今天來找我 我來帶各位做 這個方案 我想非常適合所有人 包括你有大額資金的 我想一下子 你不用講個幾百萬給我 你先試試試看 試單一下 這對你來講 對不對 你的零花錢而已 跟著我來 利用這一波大盤的下跌 接下來協議機第二 接下來大同第二 接下來金城科第二 我會展開佈局 就是利用這種拉回過程裡面 我們找到好的買點 然後呢 過一段時間來看 我跟各位講 又是一大段獲利 好好把握 你就是要把握這種拉回的時間點 來跟著我做就對了 好不好 我們休息一下 帶回來 歡迎再回到節目現場 那剛剛很多人的留言 我大概整理一下 就是有留電話的 我就優先 第一個先問說 廣達怎麼看 這個會不會有問題 那其實我想 廣達目前的貼席狀態 但是這邊來講 它是季線 季線有守住 那接下來 如果按照廣達之前所講的 5月份營收會增長的話 其實拉回過程裡面 你應該仗在買房 因為這種股票 你說 再往下破200 它機率上來看應該也不會太大 所以廣達這邊隨時有機會再往上談 那有人問說 這個6237的化訊怎麼看 化訊來講的話 現在就是怎麼樣 原先大家認為說AI PIN應該會不錯 但是 美國媒體評論AI PIN 是非常難用的 所以像這個3294的音記也下來 對不對 但是我跟各位講 你未來所有的AI應該都是語音化 那只是說最近資金不在這個地方 但是 像3661的四星KY 有沒有 這跌升的情況之下 今天開始出現談 通常來講 IP股如果有指紋的話 IP股如果開始反彈的話 後面應該都會帶動一些IC設計概念股上來 所以IC設計概念股有可能在 下殺過後呢 會出現一次不做的一個反撲 所以這個來講的話呢 就 不用殺在這個地方 那中興店來講的話呢 有人問說 這個拉回可不可以做買進 我合理的 價格 應該是落在這個平臺附近 如果來到這個平臺附近的話 我再來看 因為 中興店這一次的過程裡面 他不是不好 只是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的這個股性 你看這個151是亞歷都已經噴到天上去的 那中興店都還沒有 沒有辦法上來 對不對 那有可能是之前的這個雲爆 雲爆假車案件 這個有一些資金他不太敢碰 要一段時間 這可能要一年 一年滿一年左右 他才有辦法再進來 所以這個後續來講的話 越靠近7月 應該要越樂觀 電力來講我覺得不會那麼快結束 電力來講的話 應該是520之後還會再延續的一個題材 因為畢竟美國 在 2025年 他的電力基礎建設才會開始出來 所以這個來講的話我覺得 後面應該會有機會 所以拉回 可以障礙買方 那有人問說6274的這個台藥怎麼看 那今天CTL概念股包括台藥 2383的台光電 甚至6213的這個連貌都拉回來 坦白講有人會認為說 銅在漲 所以對他們的一個獲利有影響 那我個人認為 純粹就是怎麼樣 純粹應該就是大盤氣氛不好 你說這個 後面來講的話 還有沒有機會 GP200是後面才會發酵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有拿GP200訂單的話 應該 這個事件過後 這邊隨時會開始反攻 6274的台藥 如果再回到這個平台附近的話 其實也是要站在買方 所以不用過度的一個聯想 那有人問說 銀葉達怎麼看 銀葉達 至少他已經回到這個平台區間 所以盤一穩 這種 大型的股票 你說下來再上去 他其實蠻簡單的 所以各位不用過度緊張 好不好 那我個人認為 你現階段焦點 應該先鎖定在 台積電4月18號的這個法說裡面 法說上來看的話 有一些概念股 應該會有不錯的一個空間 穆德我一樣看 京城科技 有沒有 如果今年一片可以到一個股本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到 這段期間他也沒什麼跌到 反而在創高 所以大盤如果穩定 這種股票還會再上去 那我們會再找機會 再做動作 好不好 因為至少 現階段我要先帶你 把一些獲利要先保住 這是我要做的事情 對不對 那接下來呢 還有什麼股票可以注意 減產股票疊很深 又是38的遜德 那我想就是好的機會 他就是好的機會 因為這被大盤帶下來 你未來台積電 新廠把它蓋的情況之下 相關的智慧倉儲都要用得到 如果今年 他的EPS 可以到11塊到12塊的話 那 假設預估了12塊 現在120幾塊 貴還是便宜 貴還是便宜 並不貴 超便宜 所以這種股票 你反而利用拉回過程裡面 去做一個關注 懂我意思嗎 整個後面來講的話 他應該算是 基本面非常強的 台積電有關的設備概念股 所以呢 各位這個行情 處處都是機會 你要把握住 那你手上持股有問題的 我講的沒有關係 你可以在LINE裡面 留下你的姓名電話 把你的問題丟上來 我來帶你處理 那麼另外來講的話 在整個下插過程裡面 大盤不會每天跌 一旦反攻 那接下來你要做什麼股票 會賺錢 我跟各位講 我已經鎖定住協議機第二 我也鎖定住大同第二 我也鎖定住精神科第二 但是我會帶你一檔一檔複製 你不用急 好不好 這個名額還有 小資精英班對你來講 我有太大的負擔 很多人就是不想付那個 人之常性對不對 人的個性就是這樣子 難免的 但是一旦遇到這種行情 進來的時候你會發現 你省那個也沒有 也沒有比較好對不對 很多股票 你不知道怎麼處理的時候 其實更恐怖更恐慌 至少 我會帶著各位 做一些動作嘛 對不對 那機會來的時候 我講該拼還是要拼 所以小資精英班也歡迎大家 利用這種行情在大跌過程裡面 勇敢的跨出你的第一步 通常這一種利空來襲的時候 你敢做動作的 我想你兩三個禮拜回頭一看 你會發現 哇 還好我那個時候 這個殺下來有動作 你沒動作的 兩三個禮拜之後 你會覺得 為什麼我當時那個地方不買 你就會產生這種現象 懂我意思嗎 所以各位 好好把握住 小資精英班 跟著我來 想要發發發的 這個專案 非常適合你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本節目資料 請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現身評估 並恕復投資風險